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下个礼拜一开始公共服务会分两阶段回复正常 而下个礼拜四到期的防疫管控措施 也会研究逐步放宽 本港九日内五日出现零确诊 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一开始分两阶段回复正常公共服务 最大部分公务员会正常上班 除了一些服务单位仍然关闭 例如是政府的学校或者部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表演场地 因为这些场地或者学校仍然关闭 所以涉及的政府部员就或许难以正常上班 否则其他的同事是要回复正常上班 柜台、注册或者茶箱这类公共服务 下个星期一也会回复正常办公时间 但何时进入第二阶段就要根据疫情发展再决定 至于限制食股每张桌子的人数和桌子的距离 卡拉OK、美容院、马脚馆和健身室等要暂停营业 和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集的措施 全部在下个星期四到期 政府也正研究逐步放宽 疫情是会有反复的 正如没多久应该是昨天世界卫生组织 也都是这样讲 大家都仍然需要严阵以待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一下子 完全放宽我刚才讲的两大类的措施 只能够逐步放 但是放了之后一有需要又要收紧 我们会很快就公布有关的决定 让受影响的商业、市民都有所准备 被问到游行示威 是否延长这些措施的考虑因素 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 也尊重人家和平表达意见的城市 每年有接近一万个 这些公众的集会、公众的游行 所以没有可能在处理公共卫生的时候 要考虑这些示威的活动 他说是以保障公共卫生、市民健康去考虑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文报导